但是經濟上它又是極度開放的 我們之前經常吵阿爺 說阿爺鼓鼓滑滑 經濟不開放 其實你現在發現中國經濟非常開放 市場發展度非常高 所以它又是一個專制 又有censorship 接著又被你吵它 經濟上哪有這麼開放 就好像經濟開放呢 就是習董那個習經濟影片上次 上次有沒有講到這一部分呢? 是的 講了 它那個叫什麼? 新型的模糊了公營機制和私營企業之間的界線 公營和私營一起要參與到市場競爭的 因為以前是很清晰的 我這些就是國企 這些還有央企 你這些就是私企 大家不是同一回事 但是現在的所謂的界線模 就是以前是公營才有這麼多的黨委這些東西 但現在是說 總之你做得大 我不知道是否騰到大 全部是遵守的 同時另外一邊就是那些國企或者央企 就是你之前說的項目就是要撿就撿 做得不好就拜拜 反正就是市場決定你 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你剛才說的 就是經濟上的開放 類似你剛才說的鄧小平80年代 什麼公私合營 但是公私合營就不是那種玩法 混合經濟 因為以前的玩法就是 我在公有經濟以外 我允許你有私有經濟 但是現在就是 這次是提拔你嘛 不如說 因為阿爺當初是充公了所有私有 全部變成公有嘛 是的 後來就說 反正你的黑廠都賺不到什麼錢了 你的管理層就自己 做得好 你就可以買到股份了嘛 是的 管理層變成擁有者嘛 那時候就是這樣的改變 以前不是做366 不做366 現在做就366 可能是366 是的 激發了那個什麼呢 其實現在你說的是有一點點類似 但是不完全一樣 但是在80年代 就好像是沒有什麼 你剛才說的黨委那樣東西 就是沒有什麼說 有些什麼 我不知道這個黨委 他去看看有些什麼操控的東西 可能還是認識上 還是實質上是都有些東西的 我覺得是認識上 我相信我以前的公司肯定有黨委 以我們以前公司的size 但是我不認為 它對我們以前公司 在經營策略上面有任何影響 意思就是它不是想影響經營策略嘛 它就是希望你是跟它走 跟它走 你自己 比如之前俊哥說過一個point 就是現在上面說要搞 對它真是堅持央企 就說要搞一些工營房 給你那些人有房子住的嘛 就不是純粹 因為以前的玩法就是 10萬元平方 20萬元平方 但是賣貴樓現在就不是了 就不是給你買貴樓 是你要租的 就是類似你以前的公司 本身就是一個搭樓出來拿出去買的公司 房地產發商就是這樣 我以前的定義 現在就不是了 我搭樓出來拿著等樓 租給普通老百姓 這樣經營這個模式 我們計算過一條數好像是虧的 我有沒有跟你講的 我如果沒有計算 一定是虧的 但問題是這個虧賺不是你計算的數 爺爺有他那條數 不是 他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做這些事情的地的話 因為我們當時計算的數是會虧 是爲什麽呢 是因爲我們拿去租的那些地 就是他說拿去做租 因爲我們叫做長租公寓 那些地呢 我們拍攝的人都沒有起樓去買 那些是 它的用途就是商業住宅 就是住宅用途 但是呢 你剛才說那種說 爺爺叫你搭一些房子出來 去做公租房那些什麽呢 那些是專門確定的地方 那些地方的錢可能 爺爺就半買半送的 那就是爺爺的這個袋 原先拍回來的那麽高地價 是益了誰呢 是益了爺爺底下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是的 現在只不過是由地方政府的錢 拿出來派給六百姓 就叫做地方政府 沒得再爽 是的 但是那個邏輯就是 我知道都不是完全是西方那套 就是因為這個這樣的形式 西方你不可以說政府 你這家澳洲什麽房地產企業 現在要搞這件事 大家一大頭一起搞 他不可以叫你做這件事 你知道澳洲做法是什麽呢 就是以前我認識你的時候 就說如果你蓋這些房子出來 有多少百姓 是屬於五十萬以下的那些 所謂的 affordable housing 就是不是公租 它其實都是市場上的 只會賣便宜一點的意思 就是有些少一些retire 不是那些 總之就是你一定比例的 就是特定用途 沒有任何區別 除了金額上 我知道 但是你面向特定人群 不是特定人群 是面向港大人民群 就是五十萬的 但是你一定要便宜過貿易的價錢 如果你可以滿足這些要求 我就給你多起幾層 就是這個優惠 你高出來的幾層是賣貴的 Penthouse最貴的在上面 但是你便宜的在下面賣給人 不會買最貴在上面賣給人 是啊 所以它用這種形式來鼓勵你開發商 但是它也不是阿爺那種 阿爺叫你去做包租工 是嗎? 是 阿爺肯定跟你說 你全國不知道多少大產商 你自己來認醜 就是阿爺那一吹雞就不可以不做 但是澳洲不是澳洲 你不吵你 我不吵你 我不是多起幾場 我就是賣便宜的東西 就是賣貴的東西 那是可以的 但是問題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你去地產商這樣做 肯定跟地產商主營業務來說 肯定要對著個案的 你個個都在建一些公租房 那誰在買我擠屋子 但是問題就是 你要面臨著你不建 你以後可能拿不到那麼多地 或者你又做好你的公關的準備 我又要執你了 是啊 這就是阿爺的市場化 是帶有中國特色 這是很混合的 但是你不要說 我不知道那部影片 是真的講日本的現狀 我一定是講地影響其他國家 就是我看過《叛傑直樹》 就講到就是 他們那個交通大臣 就是他演戲這樣做的 交通大臣 他就要求各大銀行 放棄對那一間航空公司的債務權 如果你不放棄的話 你和我對著幹的話 我就想辦法執你 藝術都源自於生活 我猜政府 你那時候要放棄什麼呢? 他們是一間航空公司 那間航空公司 那國家呢 就是說他那部電影裡面的日本政府 就一直在幫這個企業 就有點像那個代書航空那樣 但是發現這個航空公司 玩不下去了 那他就要求各大和這間航空公司 有債務往來的銀行 放棄他們的債務 那接著就 國家成立一個重組委員會 重組這間公司 這間航空公司 其中你的銀行有點不爽 你想起我幾百億日元 沒有了 沒有了 就跟政府對抗 那政府就撿他們 撿到你們屈服他們 就是動用行政力量去撿你 就是我覺得 政府呢 動用行政力量呢 去影響企業的一些 業務決定 我覺得 就現在這樣看 其實 不得中國是鼓勵 你覺得 美國要求你 投資電在美國起廠 這算不算行政力量? 這個肯定是算行政力量 只不過你說 新聞可能就好像中國那樣 就它當作是 它經濟手段的一個部分 這種行為可能大家都會有 但是就不像中國那樣 我就是把它作為我 管治這個國家的其中一個必備手段 它是我這個組合權的其中一招 但是你剛才說了兩件事 因為你說日本 如果你是一個銀行 按照你的說法 它是一種氣 是不可以拒絕的 拒絕的會有什麼效果? 拒絕 那你就 不可以再犯一絲錯誤了 你犯一絲錯誤的話 那些什麼金融廳 什麼廳什麼廳 就擋著你來拒絕 接著就查你過往有沒有一些把柄 那它那一段影片拍到的 就是那間銀行在那裡 它過往確實是有把柄被捉住了 但是那間銀行也是沒有屈服的 所以這個又變回我們正常理解的 資本主義社會就是 你政府雖然這樣壓迫我們 但是我們 我們是不會屈服的 所以我就想說 就是台積電 都可以不陳調你美國政府 是啊 但是它就屈服了 這個屈服不屈服呢 其實就是似乎 你有沒有這個能力 得罪這個政府 你說好像在中國 你做房地產生意 你怎麼可以得罪政府呢 但是台積電一定 怎麼說呢 怎麼說呢 不如當特朗普叫任何台積電 叫大家公司吧 南洋才有三間貿易公司 一定這樣 你怎麼說 要需要時間 拖一拖先 看你大選可以不可以 他就是不讓你拖啊 我看陳文善說 就是不讓拖 強迫他 又不是說你什麼你不來 我去批你 但是具體是發生什麼事 但是就說了就是 台積電其實是到最後最後那一刻 才被迫答應 其實我聽他的說法 看陳文善說 就是說我台積電過來這裏開廠 我都沒有著數 是不是你叫我過來 你好像阿爺我叫你過來開 阿爺給你很少著數 就好像Tesla去上海建廠那樣 上海政府是有著數給你的 就是讓我來你這裏開廠 我除了有市場之外 更加接近這個市場 還有我進入這個市場的一個幫符之外 我有其他著數的 貸款就是了 幾個銀行團 貸款給你Tesla 這個肯定不是Tesla一個可以談一談的 但是台積電去美國 其實沒有著數 但是他都要去 中國的文章就說 其實台積電一直都說 我們就是做生意 我們不碰政治 政治的東西全部不關我們事 但是他又發現現在 在中美兩個國家的對抗下 其實政治變得不是說不關你的事 你都會在這個選窩裏面 你就一定要去削 因為你想想 其實台積電肯定是不希望 說我不賣東西給華為 賺我三四成的產能 大客戶來的 那美國政府立了一條法 不知道立了一條西法 就說你有美國技術的東西 你就不可以和華為接觸 我被迫就不可以和華為做生意 當然台積電就很老闆 沒有了就沒有了 排隊來 我們不自在於這些事 我不做你生意 有很多人生意做 但是問題是你用政府的行政手段 或者怎麼樣去影響一間企業 因為我相信在全世界 其實普遍都會存在 只不過看你的企業是否屈服 會否屈服 我剛才說影響就不是 就好像Kontas 它就是一個 如果你純粹說市場最大 理論上就應該撿了很久 因為它一直是虧錢的 但是政府有補貼給它 你記得之前我講的那個項目 就說維珍航空就是屬於政府 沒有補貼的間 那時候就叫那個中央政府 你不公平 我們都是航空公司 都是澳洲 現在你就幫它不幫我 但是這個中央政府 聯邦政府的說法就是 因為作為政府來說 它保證澳洲人有飛機搭 所以它就夠Kontas 如果你兩個都不夠 等它撿了它 就可能會造成澳洲人沒有飛機搭 所以在澳洲人民的角度我夠 但是我沒有意味夠兩間 我只夠一間 為什麼在航空公司 它不是我 就看誰的持股多了 不是 看誰的同意會 都不是 都不是 反正到最後都夠了一個 不如沒有理由說我十個 我夠十個 或者它現在是打了夠Kontas 沒有夠 一直以來不是現在 以前只不過說 沒有這個病毒之前 維珍都還做得下去 可能在賬面上還好看 因為Kontas真的一直是錢 總之它的邏輯就是 我一定要保證澳洲人有飛機搭 這個是聯邦政府的責任 是的 它有它說的一套 但是 事實上是不是 事實上如果你不夠高 澳洲人沒有飛機搭 維珍航空不是澳洲公司嗎 維珍撿了 好像衰得撿起來了 不是 撿起來了 我說之前 是的 已經不行了 如果你說 這個世界上 除了維珍還有另外一間 或者維珍 就算是因為 剩下維珍一間都可以的 其實我相信 如果維珍是可以 不停的賺到錢 可能它真的 其實它在燒聯邦政府的錢 不停的補貼它 如果維珍是可以的 我相信它也會不想燒這個錢 應該都是不行 所以都是樹蒂蘇 我救了這間 我繼續救它樹蒂蘇 維珍的控制很可憐 你媽媽哭在座場說 你說什麼 下飛機我們和你一起下 我也要被人拆棄了 那時候我沒有打算搞這麼久 那時候也打算放幾個星期假 應該都是站下來的 想不到真的 這一期就站上去 空姐也算好 落差沒那麼大 我之前看過新聞報道 因為飛機師 還是那個做得極端一些 是一個年紀大的飛機師 他現在在 不知道他還有一支餐廳 餐廳裡 在後面撿就撿就撿了 不知道是這樣的 好像叫 Kitchen Hand Kitchen Hand 他說他的收入是比以前減了八成 以前覺得很正常的 現在變成奢侈 所有東西都是奢侈 這種感受我會很清楚 這種感受我會很清楚 他也好 那時候又打了兩節 我打了0 這種感受我真的很清楚 那你沒有去做 撿就撿就撿就撿的那些 我去做Kitchen Hand的話 都是一樣的 做Kitchen Hand 那我又打不了兩節 但去華人餐廳裡 可能都是差不多 都是打個三四節左右 而且我剛才說 幾歲 好像六十五歲 六十八歲 我在老 真是老爺 昨天我喜歡做Kitchen Hand 我這邊有些老爺去做 開拖拉機 是嗎 開叉車 接機師 有才華 都要考牌 不是這樣 那他都說很快 因為都是開東西而已 沒有辦法 你飛機都開到 飛機都開不到 飛機都開不到 可能不怪他們這麼慢 全球化這件事 因為美國 你剛才說 由英國做大哥 變成他做大哥的時候 美國都不是什麼全球化 美國都是本土化而已 不是 美國的全球化 美國是經歷過全球化之後 再去實現它的內循環 我之前不是發過那篇文章給你看的 但是美國 如果你在二戰之前 那些不是全球 什麼叫全球化 如果說福特的生產線 當年就已經 那些什麼東南亞便宜 不知道在哪裡便宜 不是 這個是兩個階段的全球化 第一個階段的全球化就是 你只是生產一樣東西 比如說你美國生產ABC的東西厲害 英國生產另外幾款東西厲害 各取所能 自己哪樣厲害 正哪樣 經營全球貿易 但是 好像你剛才說的 其實更加多是六七十年代之後開始 因為你有新的技術革命 這些又辛苦又不賺錢 對資本家來說不著數的東西 就開始一步步地向外轉移 這個就是第一波產業轉移 那時候亞洲國家就是靠這個東西 我不是就說全球化 是益不了美國的嗎 你益了亞洲國家 為什麼呢 是啊 所以美國不玩全球化 很正路 這個邏輯來說 我玩這東西 益不了美國本土 你這幫亞洲佬發達而已 一個由一個經濟體崛起 那美國你可以買便宜的東西 你也可以這麼說 可能相對來說便宜的東西 都不一定比很多 便宜很多 我問 不如同樣買一部車的話 是真的會便宜嗎 你會不會優惠我 就是車價真的便宜賣給我 車依然是應該賣多少錢賣多少錢 我不知道Benz有沒有在德國以外生產 大眾一定有 陶瑞也不是在德國生產的 你有沒有優惠我 有沒有便宜點賣給我 那價錢賣多少錢 陶瑞在哪裏產的 泰國 東歐這個國家 我不記得哪裏 我那款 後來在哪裏產 我就不知道 後來好像說 哪一部車呢 陶瑞還是本田亞國呢 我不記得哪一部車 就說在澳洲 之所以一直都沒有嘗試 就是因為澳洲是猶太車 就是那個工廠 我只是生產在左泰車 因為美國和中國都是左泰 就是在工廠微塑達 所以就不好意思 你要等多一兩年才可以玩這款車 我全球化的話 其實你是一個國家的選擇 這個國家是說 你從整體上來講的話 我在我的國家 我只留下最美的東西 不美的東西我就讓出去 低端人口 就去做服務員 或者做火車司機 或者掃街 但是我這個國家人才多 但是如果你沒有全球化的時候 你人才依然可以做 你人才應該做的事 但是低端人口都可以賺錢 就是底特勒的汽車工人 都可以收到汽車 現在底特勒是完全沒有了 這些產業 當然以後都不應該會有的 我相信 只能說他全球化之後 他沒有升級了 他可能會有美國的資本家 那些什麼? 別蝦的 別蝦的資本家 你屌你有沒有 不用死 還有 中國還壞到別蝦 全世界都買不到別蝦 你剛才說 你全球化的好處 其實基本上就是 受過比較良好教育 比較有生產力的人 那這些人 就肯定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低端人口 他就一定是全球化的受害者 尤其是美國的 所以那個時候 無論中文也好 英文也是這樣寫的 就是 Donald Trump的票倉 就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全球化的受害者